就在大陆的十一长假前夕发生了爆炸案 现在我们已经有画面了 这是大陆广西柳城县以及周边 在今天的三点五十分发生了连续爆炸事件 目前至少十次的爆炸已经有三死五十伤 好 伤害人数呢我们要往上来做更新 目前的死亡人数仍是三人 但是受伤人数已经往上升高到了五十人 从现场照片看得出来 那么因为爆炸所扬起的灰尘 远处就能够看到 而街道全都是瓦力碎片 包括民宅的玻璃也都被震碎 而且医院车站都遭受到了波及 是属于不定点式的攻击 因此呢现在民众猜测就是恐怖攻击 而且爆炸的时间就在大陆的十一长假之前 也让当局高度重视